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有很多人加王胖的微信 很多人加 很多人说要给王胖的捐助 王胖的就一句话 他不要捐助 就为了 你们听 你说一下 我可以出去借钱 知道吧 我没有可以跟你们任何人借 但是你们给我捐助 我是不能要的 现在老爷在想救 插着呼吸管 一会儿可能小冬可能能进来 能偷偷的路 对对 他能路上吧 拍一拍 嗯 不要说不大便 不躺那孩子 嗯 才二十六 嗯 谢谢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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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大姐 辛苦大姐 这还蛮重的 没有人骂我了 网那些的网以后 没有人骂我 其实我看这牛饼饼就蛮喘 你其实什么都知道 现在都可能有个门处 早晚的车 生老病死了 谁跑下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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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 那四个电话 七十八 七十五 怎么说呢 不希望 我到现在不明白 我倒不是也不是不明白 就是老爷子下了呼吸器 这个从嘴里下进去了 他现在等于是用呼吸器 在维持生命 我也问大夫 大夫说你要现在把管 他就 等于 等于就是 他就没有命了 上了呼吸器了 就基本上就到头了 也别说到头了吧 就是 你要撤了的话呢 就是你老爷子命就没了 反正你要不撤呢 你就看一看 但是说实话 这种脑出血外伤啊 脑出血的外伤 伴随着癫癫 我父亲今天就是癫癫 浑身在抽搐 抽了能有十几回 抽得也能都不行了 眼睛翻白眼 浑身也不行 然后来医院又抽血 所有的脂肪全都下降 再没有上呼吸器 没有上所有的治疗手段的时候 血压已经都下来了 就已经不是正常人的血压了 所有都不正常了 呼吸下完以后 可能有强心剂啊 有震惊剂啊 诸如此类药吧 这我也不是很懂啊 现在呢 生命体征呢 是正常了 但是呼吸器呢 是肯定撤不下来了 但是我看上他遭罪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我希望他活着 但是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父母活着 实话 我今天看上我爸 我 我搂着他 我说 我说我不是不想救你 真的我不想让你遭罪 你说 花多少钱 我都只要能好 怎么都行 但人到最后活着没有尊严 一点尊严没有 真的真的一点尊严没有 什么都没有 吃吃喝吃吃不了 喝喝喝不了 所有的情况 我想 我真想给他扒管 我真不想看他 就是跟上行的事 就跟上行一样 这种遭罪 真的 我受不了 今天有很多朋友都来了 就是 我的朋友 哥们啊 都来了 说怎么回事 刚才杨阳也在呢 杨阳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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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厕所了 很多朋友都来了 我也感谢我身边的朋友 在 在我最困难时都陪着我 但是 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办 我现在只能在这等 我只能等 大夫对我 这个大夫对我确实不错 大夫跟我说了 说兄弟啊 实话 按理说 你爸这个应该去ICU 但去ICU 一天就一万多 一天一万多 肯定是ICU嘛 没有一万多 也得七八千吧 说你就在抢救室 这样挺好 陪陪 对吧 同样的手段 同样的东西 全都给你上了 说你呢 说先看看 先看看 万一有好转 我也盼望着奇迹 能明 因为现在医疗手段 也可能我爸身体素质比较好 就是那我爸可能胖 或者脂肪多 猪髅了 可能身体比较好 也没 因为我跟大夫说了 要给我爸切开这个口果 而且这叫什么 气切啊 就把这块切开了 我说我不让他遭这罪 你们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们有人懂不懂这气切 因为我见过有人 有人错过气切 我不希望他再遭罪了 零了零了了 对吧 又挨一刀 突起吧什么 紧接着就下了呼吸机 下了呼吸机呢 我想拔 大夫说你要说拔 你现在签字 我也能给你 但是签了字 你都得拉回家 为什么 等于是放弃治疗 我不能让人大夫很实在 因为抢救手有很多人 这你该能明白吧 抢救手有很多人 等于你放弃治疗的话 你从人道主义来讲 你说别人看见了 肯定不合适 但是 从你自己的内心处来讲 有的人能理解 有人可能不能理解 不想老爷爷操嘴 不想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他那种情况 你看着他那种 我不知道 其实他要有意识的话 我可能也能会感觉到 你让我走吧 实话 真的实话 他可能也会 你让我走吧 别让我这么难受了 天天天的 一点生活质量没有 生活尊严没有 天天说宝性的光是屁股在家待着 拉屎撒尿都不行 一个男同志 一个女保姆伺候着 我爸这人 因为老人的传统 天天光屁股呆着 谁愿意 我不想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 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 说实话 我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 但是很多朋友都劝我 就是我的 就今天来的朋友 都是主意还是自己拿 我呢 也是这么想 再过两三天 再过两三天 一礼拜了 看看 如果能有好转 就最好 如果要是 大夫要跟我说 只有呼吸机能活着 我后来我也想了 太遭罪 就 怎么说呢 就对他来讲 也是一种 一种折磨 一种痛苦 不能明白 就跟日本人上行似的 首先 我如果要真是那什么 我刚才也跟我的 跟我媳妇 跟我家人 跟亲戚朋友也好 也都说了 如果真不行 我就给他 把呼吸机撤 说真是有那么一天 去 来 你坐着 这都是哥们 来坐着 不用人 别让人家随便伤劲 别让人随便伤劲 都是几个朋友 就是 比较好朋友 全都来了 真的 如果真是有什么情况 我也就 无惠我心 就是说无惠我心 真的 老年人到这岁数 家里就我一个 我也没有做主的 我也不知道 到底怎么样 你说是 有个商量的 你说哥们朋友 他不可能说 去你拔吧 只能是很多事情 我自己去做主 但是很多 人劝我也没毛病 说 这种情况下 应该是 早点解脱 可能 对他也来讲 是一种 一种安慰吧 或者是一种 就不让他收罪 我也不知道 他用什么词 现在来行 我现在已经很乱了 好了 真的 真的很乱了 他现在 王旭就这么着吧 往我这边点 就完了 就不用找他了 因为大老爷们的 我也不希望 我们哥们 他妈的 这种状态 给网友们看 挺他妈的 对尊严 得留点尊严 所以 怎么说呢 这个视频 其实没他妈的 任何意 家序 我们不要什么捐助 不要 王胖子说了 不要什么赞助 也不要什么不给钱 我们就是老实的北京人 把一些我们生活的状况说出来 我们也没有说诉苦 或者我们没有反对谁 或者是抱怨哪个部门 这不对不对 这次都不是 这次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现状聊出来 我们谁都不抱怨 我们谁都没有说不好 没有 我们就是 这就是他妈人生 就网络很多小喷子们 就是你们 你们还没活到 你们能感悟人生的时候 到四十来岁都有 对 像我们这个 我们都四十来岁了 多少感悟人生 下有小 上有他妈老 所以看我这个视频的 三十岁以下的小伙子们 别看 对你们来说没意义 就四五十岁的兄弟们 或者哥哥们会明白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 怎么着 还有一个 还有一件事情 前两天做的节目 有人说 说那个 说我爸就应该负全责什么的 你们听好了 好好说话 没事 不用在这鸡巴逼一逼 我没说 硬咬着对方怎么样 没说我们都承认 我承认 我爸判我全责都行 我说的是你电动三轮车 给我归为机动车的事 你们要不是傻逼 就给我好好听明白喽 你也不用这逼那个的 知道吧 都在北京 我们就 没事 我们就在北京 我说的就什么是实话 就这么简单 你别在那瞎几巴评论 这个吧 那个吧 我没咬着什么 把什么 歪的变成正的 对 我们都承认 就全哥都这样了 对我这些都承认 我就说你机动车 机动车是机动车 电动车是电动车 看都明白图片了 我爸那电动三轮车 下面还有脚凳子呢 你看得见吗 不知道就别瞎急吧 逼一逼 这个还有一个 本身我就他妈烦 为什么说 不是说我们是全责 而是主要责任 我们都承认 那么对方呢 是超速50% 因为你们有的朋友 根本就没听过那视频 媒体我老说 听那视频 你们看完了发表评论 没看完 别急把发表评论 找一堆骂 是什么 那车是超速50% 如果不超速 老爷子也不会这样 所以老爷子我们全责 没错 我们认 我们错了 我们有助于都改 命都搭上来 怎么着 就希望很多网友 还是那句话 就是 善良一些 我们该认得错 我们全认了 善良一些 别再说那些风凉话了 说不好听点 躺在身上 你爸躺在这 你乐意 所以咱谁都别说什么了 这个视频第三个了 也没有他们 以后 他老爷子我就直接说 保不及 这两天走了 走了我也不发了 我也不发了 我可以说一声 我去 王胖子老爹走了 我也不发任何东西了 就我们 他们不要什么捐款 别说什么 靠网络挣钱 今天有人给我钱 我一分都没有 我有钱没钱 我没钱会跟这帮哥们借 我出门跟人磕去 我也能磕出钱来 知道吧 这叫骨气 我就包括 我要想怎么样 通过别的手段怎么样 我也能来 我不能那么去做 这是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 知道吧 我没钱我可以借 但是我现在还到不了那个地步 我这帮朋友都可以 小冬我没钱 我还好使吧 拿个十万八万的 咱这么多朋友 每个人凑点 我也能凑出来吧 我都能凑 知道吧 这就我爸 我不是拿这钱去干别的 消息消息 说的什么呀 他们都是 这个 我跟你说 所以说你啊 以后没法做节目 你说为什么 不能看那帮傻逼的 傻逼的你都急得气色 看那帮傻逼都得气色 别看那帮傻逼的 感谢广大网友 为什么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兄弟们 都特别关心 对吧 所以现在我们也是感谢一下 另外我也跟大家说一声 打今儿几 王棒子爹的事 我不再提了 走的时候 我说一声就完了 为什么要快了 但是呢 我们就希望老爷子 以后走的就是 他妈的有点尊严就行了 这视频 基本上就到这 待会我里头再拍 拍一点证明一下 就是没他妈的捐款 不捐款 不要 薛小冬你拉一个人 过来挣钱来了 去你妈的 爷他妈不要这当钱 知道吗 我们也不求他谁捐款 感谢有这个意想 捐我们的人 我们不要 互相祈祷 让你们的爸爸妈妈 安安心心健康的活着 或者健康的 或者是他妈的 安详的走 就行了 当你们有一天 父母插着管 浑身抽搐 不行的时候 你能下定这种决心 或者怎么样 我也挺佩服你们的 我也挺佩服 你知道下这决心 有多难吗 那是你亲生的父母 这是我亲爹 如果真不行 那我就 怎么办 就 没有毫无尊严的 光是屁股 天天待着 拿灰系活着 我能 没事 我可以 卖房 怎么样 我能让他坚持 那他活着 是不是一种 遭到一种折磨 真是我觉得 他可能他有意识 他可能 你让我走吧 你别让我这么累了 因为我在神经外科 神经外科 我见到太多了 植物人的 走着进来 躺着地下室的 真是太多了 躺着进来 躺着回去 太多了 刚聊两天 那前一礼拜一露头 还说大叔 怎么还跟我聊呢 小伙子你干嘛来了 我说佩老爷子 没过几天 一礼拜呗就走了 死了 活生生的看着 我见到太多了 我这一年在医院 珍惜 自己的爹妈完了之后 我还说这集节目不抱怨 不批评任何 但是什么都不抱怨 就是把我们的这种生活的现状 给大家出来 不抱怨 不要捐款 什么都不要 我们发 我做这节目 就是他们让大家看明白了 目前我们的生活状况 有好的有好的 没错 也有不顺的 也有一些点倍的 王胖子就是他们的点倍 操一年送俩人 不好意思啊 还没送的啊 对不起对不住了 对不住了 我就这么做吧 就是希望大家 完了之后 以后王胖子我们这偶尔 在做视频 我们在做视频 就是他妈的逗逼的视频了 知道了吗 就这么简单 行了 我就到这了 完了 待会我们就里头拍东西去 完了 祝大家保重吧 我爹八毛终 拜拜